高雄市長韓國瑜日前提出了當選總統 就要繼續留在高雄上班 被外界視為松口表態要繳足2020 而郭台銘來到機會酸說 心在哪裡比身處何地更加重要 對此韓國瑜回應了 他說南北平和搬出來了 但是面對藍營內部的民調顯示 自己領先郭台銘的差距 縮小到大概只差8、9個百分點 韓國瑜強調不受民調起伏影響 心不會亂 2020藍營韓國對決浮上台面 而黨中央在觀察跟協調過程中 陸續做了數波民調 截至目前為止韓國瑜身世逐漸回穩 支持度人居黨內第一 不同的時期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事件都會影響民調 所有的民調起起伏伏 像我們身為當事人心不會亂的 看似老神在在就了解 儘管韓國瑜的身世人處領先地位 但與郭台銘之間的差距 僅僅只差了8、9個百分點 那現在此時此刻市政總質詢時間 那全新全英幫市政來打拼 依舊把焦點放在高雄 但日前他提出當選總統 將繼續在高雄上班 此番言論早被外界解讀為鬆口表態 郭台銘也逮到機會猛酸說 一個總統重點是要會做事 而不是在哪裡辦公 心在哪裡比身處何地更重要 郭台銘董事長他的講法我尊重 每一個人認知理解都不一樣 那有的人認為 總統在高雄上班是非常棒的 像台南市長黃偉哲 他也認同 認為南部人的聲音會出去 韓國瑜畢竟身在高雄 似乎還是得顧及南部相親的感受 細數過去這幾十年來 遷都遷都 幾乎中南部都會提到這樣一個議案 其實明年的總統真的確定 在南台灣上班的話 我相信台灣南北平衡 就真正的可以打倒 繼續亮出南北平衡這張牌 試圖鞏固南霸天地位 韓國對決勢必越演越烈 記得謝卡王昭群高雄報導